說得很想入住 丁材兩皇 今晚先找吳貝夫師傅 吳貝夫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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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in 你好 大家好 這個廣告是多久以前的 四、五年前吧 不止的 也不止的嗎 十年了 十年了嗎 十年了 有了 有了是不是 為甚麼今天要重提呢 主要是因為我看到你的Facebook 是啦 就說你進去做一個風水格局 去拆一些 那些殺 那些事情 是嗎 其實是這樣的 是啦 自從 比亞利山別墅開售以來 就有很多藝人 朋友都搬進去住 很多客人都進去住 有時候我們住在那裡 是啦 那我不是因為你這個報告 因為其實很早前 大家去聽我的節目 其實已經很多說到 這個村裡面 這個別墅村裡面 有很多是靈異的事件 就是大家看回聽回床溫就已經知道 所以我就想問你 今天其實你進去 有沒有處理過靈異的事件 還是怎樣 純粹是風水的事件 靈異的事件 純粹是風水的事件 那你覺得這裏 是怎樣的呢 上次好像說 軒仔好像說 車上有鬼 你又記得 是呀 是的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有高靈人士看到 軒仔 當時他還沒結婚 還是結婚 好像結婚 剛剛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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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到一個 類似BB的靈體 在他的車上 這樣 這樣 搞得他們都知道 這件事 怎樣呢 他有回應 是呀 他有回應 那你覺得 其實現在那裏的風水環境 是怎樣呢 其實一直以來的風水環境都好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來說 藏風聚氣 那阿仙嶺和阿鳥水一帶的山勢 都是土地塵塞 就是棉 就像一條龍 波浪形般包圍出去 嗯 首先來說 就是那些水 是看到對岸對岸 就是看到那些水 就不是說一望無際太平洋 那樣 對面來說也有山有性 就是包藏著的水也挺好的 OK 那阿仙嶺有情 起碼是說藏風聚氣 這樣就人住下去 應該是平安的 好啦 當然我不是一個說風水節目 那你覺得那裏 就住不是風水的角度 因為其實都 後面那些山 也都是聽說 很多墳地來的 其實那裏附近都是這樣 你又覺得那裏 有沒有這樣的陰氣存在呢 說真的 因為你逢是住在郊外 郊區 嗯 那你人兵呢 自然當然是比起市區少 嗯 那你人兵自然少 人兵自然少些 那有時候 某些時間 尤其是 就是 上班之後 那裏就更加少人 嗯 是吧 那你隔壁就多人 但有時候工作時候 那裏就少人 除了 難怪 難免 難免 是吧 是吧 是 有時候 有時候遍了 有時候遍了 也很可能是濕色舊空 很多人都是做生意 或者做生意 好像回去 嗯 不同 你好像公屋 那樣 也有很多人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整個設計 好像 哇 一座座的墳 有人這樣說 看上去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意象 其實我又不覺得 是吧 其實我又不覺得 他規劃得又不錯 他規劃得不錯 是 起碼不會 是怎樣呢 起碼一座座 一級級 嗯 他起碼不會比前面 遮擋得很厲害 因為始終隔壁都很合理 嗯 空間感就是合理 有時候有些村屋 就真的 一家屋接一家屋 一家屋接一家屋 有時候露台 就真的對正人家屋背 新的手都可以敲 是啊 當然不是啦 這些是豪宅 怎麼可以這樣 新的手碰到呢 一定不可能 沒錯 因為為什麼 有些這樣逼劫的話 就叫開門見山 就不太好 就是好像被座山 在門前頂住了 嗯 這樣就不會好 一定會差 嗯 或者附近來說 如果有些電線公安 那些 就更加會傷兵 傷人命 是 但是比羅尼山 又沒有這些事情 你現在覺得 就算現在這麼多年 啊 我們聽到這麼多的傳聞 或者一些個案之前 有人打來講過 你接觸到的 都沒有這方面的事情 在這裡 我講真的 從來 我沒有在那裡 那裡 就有 斜領出現這些事情 處理過 嗯 我就沒有了 最終一次是怎樣呢 就是 去處理的 就是因為 去對面屋 就放了很多的石屍 啊 石馬啊 這樣 嗯 所以來說 就令到 屋主 因為放了一個星期左右 這個星期 就去後面屋的屋主 就經常受傷 哦 就聖誕節開派對 都親吻即有 都有跌傷 有燒親 有淨親 他自己又得了手 是 那他就覺得是有問題 嗯 就是這樣而已 哦 沒錯啦 我覺得有問題 是 而他 叫我去看一看 看看怎樣去做 去發誡一下 嗯 明白 這個本身就不是騙人 哦 但是 他 就是擺石屍那個就是藝術 是嗎 是啊 哦 擺石屍在門口就是藝術 是啊 不是他 是擺天台 哦 咦 我想問 這個藝術擺完之後 是不是經常 可能是 會飛啊 就是逆馬星洞那些 所以他擺這些東西在這裡呢 會不會有什麼意思 我相信都會 因為他以前 當澤小新來的TVB 譬如說 離開TVB 就去了大陸市場 哦 是 是 很英俊 很出名的 所以就開名了 是嗎 哦 那就是影響了對面的廣屋 反而可能是這樣 沒錯 因為那些石屍殺力很重要 可能會影響到四周圍 是 你明白嗎 四周圍 風水上面來說 兩門相對必有一家腿 是 你明白嗎 如果他擺一些石屍石馬那麼厲害 可能會踢到隔壁左右 哦 OK 他有時候在天台上面都出沒 我那個主家也有找過對方 哦 跟那個藝人聊過 是的 是的 哦 也有處理的叫他 但是他當然都可能還沒處理 可能有師傅先處理 哦 那有時候當然不管了 我擺在我的地方 那我怎知道會有影響你 有時候不知道 他不會這麼想 有時候風水就是這樣的 風水根本就沒有公平的 是的 只有強弱的 只有強弱分別的 嗯 那你和一條街 和一個助手也好 是 都有強弱分別的 OK 明白 如果你是強弱分別的 是的 究竟是哪位藝人朋友 自己走去看看吧 有機會的吧 哈哈 總之只是一件這樣的事 純粹是這樣的事 嗯 那那裡也好 如果有這麼多藝人 待會又生多一個 是嗎 他老公經常都在那裡出現 是嗎 經常都在那裡出現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知道知道 好了 遲些再上來聊天吧 好好好 謝謝 謝謝林師傅 新年快樂 好 拜拜 拜拜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如果 可能那些藝人 真的想 會 逆馬 到處走 走浮登台 那是否真的可以在那裡 放多些馬 或者這些 異象上的東西 可以幫到手 遲些再找其他風水師 再和大家了解一下 好了 聽聽一下這位 這位叫Oscar Hello Oscar 是 Hello Emman 你好 喂 你好 是啊 嗯 怎樣 我想說回我小小的時候 我在我姨媽那裡住的那個 那個情況 看到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啊 是啊 我小小的時候 就在 觀塘那裡 在觀塘街條那裡住的 嗯 是啊 然後之後呢 我 就是我和我姨媽 還有我兩 就是我有三個表哥表姐一起住 是 我小小的時候 我一出生就已經搬到我姨媽那裡住的 嗯 是啊 然後之後呢 有一次呢 我就對著牆場就說 咦 有個警察叔叔在那裡 我就跟他打招呼 跟著跟他聊天 這件事是我大 就是我表姐大 就是等我大過了 我表姐才跟我說回這件這樣的事 然後他就說 我說完沒多久呢 他就開始在 觀塘那裡就被鬼擇了 就開始 就很多時候都 聽到晚上有些鬼吃泥啊 鎖鏈啊 那些聲音呢 就聽完之後就被鬼擇了 跟著之後呢 就都沒有理過他的 直到安了一次地住 就是安了一個地住之後呢 就沒事了 我表姐就 那我想問你 你當初看到警察叔叔在牆場上滲了出來 是 是 發現了出來 其實我忘記了的 其實我忘記了的 因為我那時候太小了 那時候 但是我表姐就跟我說 就說 你那時候小小說 有個警察叔叔在那裡 跟著之後過都沒多久 我就被鬼擇了 嗯 是的 跟著如是者呢 我就 就是到了小學 那我開始到 都 都知道 都起碼叫做大過一點 跟著之後呢 那時候呢 我那時候就 晚上玩電腦 哦 就慢慢都玩到兩三點 嗯 是的 那我就聽到 我就慢慢 都聽到 一到到兩點幾 那時候呢 就廚房呢 就那些 碗 在那裡 啃啃聲 是 是的 就是 正常沒有 就是晚上兩點幾 就晚上沒有人 在廚房裡 嗯 還有那裡是密室 即是沒有窗的 都聽不到 嗯 就是聽不到外面有聲 但是都聽到有些碗呢 就啃啃聲 每晚都是這樣的 哦 那又出去看呢 然後之後 我就有去看 但是呢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 我一進去就沒有聲 嗯 其實那些啃啃聲 就是可能 啃十幾秒左右 然後就沒有聲 嗯 那這段時間 就是我到我中學 就是我由小學到中學 晚上 每晚都有這些這樣的聲 那我跟我姨媽說 就說 爲什麽廚房呢 晚上呢 有些啃啃聲 那些碗 是 之後她就說 嗯 我洗完碗 搭好些碗 正常都沒有 沒事的 哦 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是的 都沒有可能 有些這樣的聲 然後就沒有理會 直到我搬回去 我媽媽那裡住了 嗯 那我表哥呢 就有一晚就睡覺 就 他就說 被鬼摘 哦 接著之後 摘完之後呢 他就整個人就 被人好像推了上天花板 就是被一些東西扯了 抬上天花板那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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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他就 他就說 有個 不知道 有個人 就跟他講完話之後 他就扯了上天花板 哦 然後他又很害怕 又出不了聲 那他 他結了婚的 那他老婆就在旁邊 嗯 那他老婆就 就不知道他什麽事 那到兩三個小時左右 就 就個人就 跌回下來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個人 還是那個感覺 跌回到他床上 嗯 他說那一刻是很清醒的 真的很清醒的 因為他是怕醒了 那時候 那都是同一間屋來的 都是吧 同一間屋來 剛才你說是在 什麼 雞寮 那你 一說雞寮 大家就覺得那個地方 鬧鬼是不出奇的 那你知不知道什麽事 關於雞寮 雞寮 雞寮 雞寮我就沒有聽過 你不知道嗎 那麽大件事 是啊 收茂坪雞寮 其實是 是啊 嵌山泥事件來的 死了很多人 我們嵌山泥事件來的 我們嵌山泥事件來的 北村那裡來的 北村那裡來的 即是不關事的 都不關事的 都不關事的 那現在呢 一月以後 是 現在搬走了 搬走了 搬走之前 我表哥請了一個師傅 就跟那個師傅說 我在家裡發生了這樣的事 即是被人扯起了 又被鬼閘 又聽到 對了 我忘了說 他晚上睡覺 三點多就聽到門口有鎖鈴聲 嗯 是的 即是那個廳有鎖鈴聲 是 接著之後呢 一次過 即是他有生小朋友 那時候那個小朋友 兩個多月左右 嗯 那聽完鎖鈴聲之後呢 那他的兒子 就突然之間 休息不了 整個臉就止了 哦 是的 接著之後呢 後來就走進急診室 就沒事了 就說 都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就休息不了 總之就是這樣 嗯 後來呢 就覺得不對了 就請了師傅 就說這些事情出來 那是什麼事呢 然後師傅就 嗯 是的 他就說 那時候呢 就因為呢 家裡不是只有一個髒東西在那裡 就有兩個髒東西在那裡 那呢 你請 就是說 你給了地主 只是給一個 就沒有給第二個 嗯 另外那個呢 就剛好就在廚房那個位置 就躲起來了 嗯 嗯 是的 那就是 然後之後 我表哥就說 可能就是 你以前聽到那些 烤碗的聲音 就是他 哦 就這樣說 即是他不喜歡 或者你沒有處理到他 是嗎 是的 沒有處理到他 是的 因為那個 那個師傅都說了 我一燒東西的時候 那個 不斷出去收東西 收得很快 收得很厲害 這樣說 嗯 那就是一路都有兩個 嗯 是的 一路都有兩個 嗯 嗯 明白明白 然後燒完之後 就跟他說 就說 嗯 就是因為太久了 他經常沒有 沒有 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 沒有安置他 嗯 然後就經常在家裡走來走去 嗯 嗯 那就搞一下你啊 就不知為什麼 就這麼巧那一晚 就搞我表哥 在我小時候 就不停 摘我表姐 其實他們 應該這樣說 那些靈體一路發出訊息 是嗎 希望你知道 希望你處理他 但是可能 又處理不了 或者又不懂 那一路他就 越來越生氣 就是那個動作 就是越來越大 是嗎 我要搞到你 是 頂不順為止 那就是 類似是這樣的 那些事情 是啊 跟著之後呢 還有呢 我兒獎 就是一般 以前他就不在雞尿道住的 哦 那去到 去到他搬去雞尿道住了 那他就 就是他做機電的 那就被一些電炸吞 那就進醫院 哦 那他出來之後呢 那個人就變得很奇怪 我表哥就跟我 就是我兒媽就跟我說 嗯 他發生了一宗這樣的意外 嗯 搬回來之後呢 那個人就整個人變了 哦 那他的行為很奇怪的 就是譬如 我們有養狗的嘛 嗯 那之後呢 那隻狗呢 就看到他呢 只是廢 只是廢他的 嗯 廢得很厲害 然後還有呢 他晚上呢 凌晨 兩點幾 三點幾 嗯 他會走到那個廳裡 就是關燈的 嗯 就是關燈的 他走到那個廳裡坐 然後之後 看著那個天花板在那裡 咦 淫淫在那裡說話 就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 一個禮拜有三四晚都是這樣的 OK 都是這樣的 還有那個人就 看東西好像 沒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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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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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實 就是 那個人的感覺是很討厭的 嗯 就是 動物呀 家人都不喜歡他的 就是這樣 是 是 是有一點點奇怪 可能是搬了進來 然後 之後就 就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 嗯 有時候可能那個 嗯 家運 或者那個 家人 田澤公 所謂的 那些 可能不是那麼好 住了一個地方 他們本身有靈體 這樣 我想說一件事,你不是昨晚打來那個,你不是 我昨晚打來那個,不是,我自己打來那個 沒錯,大家誤會了你是昨晚那個 昨晚那個那麼小學雞,今天已經成長了 但是Sorry,大家記錯了,不是 我自己打來那個,我是家裡有個阿叔在看著我跳舞那個 所以大家有時就是這樣,你誤以為那些是,根本就不是那件事 就把事情發得很大,所以錯了,不是,並非是 多謝你的電話,我想澄清一下 謝謝Oscar,謝謝 謝謝Edmond,拜拜 不是啦,你們這些傢伙,以為昨晚那個 不過,真是的,聽完昨晚重溫才說 有件事想說一下,看看會不會在明天節目 都會找台灣朋友去回應一下 因為呢,剛才我聽到阿子宇說 也聽到阿Jam的節目,說了一件事挺有趣的 其實不是新的,只是我沒有聽過,我不知道 台灣人,他們很相信有靈界存在 尤其是在一些Studio,或者拍照,總之有機器的地方 如果那些機器不聽話,或者都會壞的話 他們會怎樣做呢,就會買一包乖乖 我小時候都會吃過,或者,我不知道 三十多四十歲的人一定 其實現在都有的,不過少吃一點 就買一包乖乖,放在那些機器附近 大家明白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乖乖,希望你們乖乖地 你不要再搞我們的機器 原來說,甚至乎在台灣拍過一些櫃圓機 他拆開櫃圓機在裡面的說話 都有兩包乖乖在那裡 這麼古怪,這麼有趣 對,很想吃啊,一看到之後 還有你猜到這包裡面那是什麼公仔呢 猜到說你厲害 對了,乖乖,有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台灣人,或者你有沒有朋友 他們真的知道多些資料 為什麼有這個傳聞呢 為什麼什麼時候開始放乖乖 而令到那些東西會好一點呢 因為我的同事說,外面的機器 有時都經常都會疏疏地 我們都明天開始要放幾包乖乖在外面 因為乖乖都是台灣食品來的 即是地道的東西來的 我覺得好像泰國的東西 正如泰國是養鬼仔 你是不是放一些伊利多 放一些紅橙黃綠青藍紙的飲料 其實都差不多意思 我相信是這樣的 即是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食物的文化 他們喜歡食物的就放在那裡 不過去到說,放在櫃圓機裡面呢 這個真的誇張了一點點 我覺得 好,看我台灣人可以回應一下這件事 還有一點資料想補充一下 也有人問,究竟網聚 什麼時候可以報名,還有搞什麼 說多一次 應該很快這個星期就會公佈 錄定這個日子就是 農曆蒸月十五 正正是元宵當晚 元宵佳節 蒸月十五 我們就會在銅鑼文HMV的HMV Cafe裡面 就會有一個網聚 到時會大家一起聊聊天 抽獎玩玩玩玩 還有吃飯 是有飯吃的 有兩種 一種就是吃飯 加上之後看我們的表演 有些是不需要的 我純粹來看表演 是有兩種的價錢 兩種時間進來的 希望這個星期我們 整理好所有事情 就會跟大家說 在哪裏可以買票 有什麼詳情 都會公佈 錄定這個日子 正月十五 接下來的十五 元宵 我們一起過元宵 好嗎 今晚時間到這裏 明晚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好嗎